男子衝出店外 氣沖沖的連自己的車子都找不到 好不容易找招 火速打開車廂 居然掏出一把刀 男子拿了鐮刀 一臉帳紅要衝進店家 旁邊休息的店員 嚇得彈起聲逃走 門外一對客人幫忙拉人 動作在慢點 恐怕暴衝的男子就會當場傷人 會氣到舉刀 導火線 居然是幾聲咳嗽 時間回到男子在店內的時刻 原本他站在前台點餐外帶 聽到內用區一名女子咳嗽聲 他大步走進去 劈頭大罵 原來女子和朋友去週店用餐 因為在店內咳了幾聲 男子居然質問他是不是得了新冠肺炎 接著怒罵彰化 然後就暴衝店外 拿鐮刀想對女子不利 最後被依恐嚇罪 公然侮辱罪起訴 防疫固然重要 但敏感的男子似乎太過火 他先標罵咳嗽女子 轉身走出店外 手還指著對方 眼神凶狠 最後取刀 看不出是真的堅守防疫 還是做事想嚇對方 誇張的畫面 嚇壞直擊的民眾 也全被拍了下來 當然要不是我的客人 因為我們是真的 我又覺得說 能夠安慰他 我就安慰他 因為你不用怕不用怕 事發已過幾個月 店家都還基於猶新 因為男子的失控 和對女子的侮辱 極為少見 還好男子如猛舉動 有其他建議勇為的民眾協助制止 稍有不適任 就可能惹出更大事端 防疫防盜如此瘋狂 還真的讓人不敢置信 記者黃天耀 李一昌新北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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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